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鸡肉是白肉 确实是平价而且方便 也容易取得的白肉 事实上传统上像很多人坐月子吃麻油鸡 或者病人喝鸡汤 事实上鸡肉的优质蛋白质 也是对于现代人 每天必须摄取的营养来讲 非常好的药素 对 我们常常估计大家就说吃白肉 白肉当然讲鸡肉或者海鲜都像白肉 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分析 这个鸡各部位的它的一些营养质量 但是我先分享案例给大家听一下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些人得罹患癌症之后 他就会思考说我为什么会罹患癌症 有一个50岁女生她罹患乳癌 就她归类她自己说 她过去可能吃了太多的肉 吃了太多的鸡肉 喝了太多牛奶 她认为里面有所谓的环境荷尔蒙 什么雌激素 所以她在做这个化疗期间 她开始改成吃素 改成吃素来讲的话 重点是她的肉几乎不吃 可是她做打第一次化疗的时候 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白鸡球 大概有四千到一万的过程当中 她打完第一次化疗 后来的第二礼拜 她的白鸡球一下掉到大概一千五 各位一千五是非常低的 后来又给她打一个白鸡的增生素 再勉强又打了第二次的化疗 第二次化疗不行 还是很低 那后来她现在是在服务 喊虚弱的生肌来找我们来调生肌 就说怎么会太太这个白鸡球掉这么多 后来发现她吃素 我们讲吃素是不错 但是你吃素的素食的蛋白质来源要够 结果她豆子吃一点点 她鸡量也不太敢吃 肉通通不吃 一天摄取蛋白质 一个五十公斤的女生来讲 如果在一般女生功能正常 一天要到至少五十克的蛋白质 如果你再做化疗期间 至少到七十到八十克的蛋白质 剩下一百克的蛋白质 我们算一算 我请讲算 她一天不到二十克的蛋白质 非常低 就把自己的肌肉搞得耗损非常快 我就跟她分析说 你还是要吃点这个 这个白肉也OK 那你就担心的话 你就去皮 把肌肉补回来 然后吃点这个鸡蛋 吃点海鲜鱼肉 然后我们再补充好的蛋白质 她关联改过来之后 我们调整之后 她第三次化了 打完白鸡球 就掉到三千而已 没有掉到什么一千多 很可怕的这个状况 所以各位 蛋白质摄取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再讲说 来 这个鸡的各部位 我们还是跟她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OK 我们前段时间因为讲说 有些健身啊 做什么 大家说补充鸡胸肉 那我们知道 你们看看 我们从这个热量来分析 从蛋白质脂肪来分析 我们看鸡胸肉来讲 她以她的区别来讲 她热量是104大卡 真的是算低 但蛋白是22.4克 是不错 但是我们看看 其实还有其他的 我们这个讲 现在热量高的 各位看最可怕什么 鸡尾尊的地方 鸡屁股的地方 还有鸡翅啊 鸡翅三节翅 鸡翅三节翅 那鸡屁股那地方 因为它油脂大概52.4克 非常高啦 热量到500大卡 很可怕 那三节翅大家知道 其实热量也高 因为它油脂高 可是呢 有一个叫做鸡脚 里面你看它的油 相对来讲 就是大概14.1克 这个热量到210大卡 所以很高 它接近我们的三节翅 所以是非常高热量 所以另外来讲 像鸡的鸡肌肉也是不错 热量这个算OK 蛋白质也不错 所以简单讲 你看到这个地方来讲 如果说 以鸡的蛋白质分布 油脂少的话 就去皮的鸡胸肉 或者鸡里鸡 但是呢 油脂高一点点 又好吃的 就是鸡腿 其他的陷阱 就是三节翅啊 蓄骨这样 大家多注意一下 我印象很深 去年有一个 30岁一个男生 这男生来讲 他常常去练健身 我们的很多人迷健身 那他去练健身的时候 确实 他那个肌肉练得非常的strong 问题是说 他太容易感冒了 一个礼拜啊 就是说 有一年啊 有时候五六四感冒 有时感冒 别人可能三五天好 他感冒有的时候 会拖到一个礼拜以上 到十天 那他觉得说 他这些一定有什么问题 那我发现 他已经是很妙 你知道 因为我们很多 有些在练健身男生 非常迷恋 所谓的蛋白质粉 蛋白质粉一直补充下去 他认为一天 就是反正教人刚讲 一直补充蛋白质 一直狂练狂练 练到最后呢 他觉得脂肪出来是最重要 可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一个人身体 一个生理细胞要运行来讲 不是只有靠蛋白质 我们常讲纤维很重要 还有我们在吃蔬菜 水果里面带来的 很多的一些行道 微浪元素矿物质 维生素都非常重要 后来我帮他验好 他确实蛋白质是OK 但他这个胜功能 有点问题了 麻烦的是 我们帮他验所有维生素 你想到A啦 胡萝卜素 E Q10 C D 心 全部都非常低 当我把报告给他看的时候 女生的营养素 通通不及格 他看了半天 可是医生我很壮 他还把那肌肉鼻鼓探 我说那你感冒几次 对啊 就一年好几次感冒 我说这就是因为 你每天只吃一堆蛋白质 而且呢 你用所谓蛋白质补充 你忘记我们剩下 需要很多的营养素 我就跟他讲 他说那我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是 你除了吃这个蛋白质 要吃点肉以外 你好好地把一些蔬菜 要补充一下嘛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用一些微浪元素 框子帮他补充 结果补充 我们大概两个月之后 再给他recheck 他整个微浪元素 各种营养素全部上来了 他自己觉得说 我以前练完这个肌肉来讲 这个很累 可是最近练完 他这个我们叫肌耐力 他觉得越来越重 所以我听大家就说 我们在很多在健身房 练身体的这些年轻人 当我们现在已经年纪大的 这个我看过很多阿公阿麦 也开始练身体 这个好事情 可是不要忘记了 不要只迷恋蛋白质 我们大概来讲 矿物质微浪元素 一定要补充进去 那我们在讲 就是蛋白质补充很重要 可是有些情况来讲 你要吃蛋白质 也不能太快 披露尤其是消化到肿瘤 病人刚手术完 我一个患者是这样的 他是因为胰脏的肿瘤 那接受一个很大的手术 那在医生把他一些 胰脏做部分的切除 胆囊 包括摄影场 做完那很大的手术 做完之后 在医院做了二十几天 那在医院做完 这个大门手术之后 大概瘦了四公斤 回到家之后 然后医生他跟他交代说 你吃东西 慢慢来循序渐进 不要太快 那蛋白质可以慢慢来增加 他记得这句话 那回到他家之后 他才看他非常瘦 就炖了一个好几块牛肉 炖了牛肉汤 然后他就开始配饭吃 那喝汤就算了 可是因为他这种消化系统 还没有完全建立好 结果他就拿两块 他想吃快点蛋白质 拿两块那个牛肉就塞进去 吃吃就下去了 大概两小时 肚子开始不舒服 脚 脚痛 然后脏气 到时候不行冒冷汗 赶快送到医院去 然后医院看 整个上面都脏起来 因为他现在刚做完 这么重大消化道的 这种手术来讲 消化酵素根本不够 然后你又吃这个肉 没办法去消化它 因此他们会给它 又放鼻胃管 又住院住了三天 不准它吃任何东西 然后又从肌脉打营养 慢慢让肉消化之后 才又让它回去 记得这种情况来讲 你们做完重大消化 手术 补充蛋白质 可以先用 譬如说什么鸡膏汤 鸡精 牛肉精这种 它里边氨基酸是浓出来的 下去之后 它很容易从胃 到你的小肠下去 如果你要 这个做完手术 你消化的到不是很好 你吃大块肉 没办法消化的 反而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这要特别注意 这要特别注意